感恩天光光 感恩本体 感恩法身 各位同道大家早 我叫周明成 我是去年11月底才入会 非常感谢我这辈子的贵人 我们的深信集团的黄董 还有我们的同道金花师姐 其实我过去我是一个职业军人 25年 我们那个时候的职场 只强调主义领袖国家责任荣誉 而且我是正战官科的 我是做思想教育的 几乎是无神论者 在不对里面 不希望有别的思想参与 军人就是要精纯 为国家为领袖 可是我们小时候住眷村 跟爷爷奶奶也信过天主教 也受洗 长大跟哥哥姐姐信了摩门教 也受洗 灵良堂基督教很多同道 我们也去了解 但都不深入 我没有对一件事情有执着 或者去了解 因为我自己认为我是儒者 我从小的家教是儒家思想 四书五经背得滚瓜乱锁 这对我日后的工作很大的帮助 那我从小说父亲一讲 我们就是儒家 儒家讲什么 为之生焉之始 只不与怪力乱神 只要讲到宗教为东西 我都觉得很鄙视他 我觉得你们很愚蠢 圣人都教过了 为什么还讲这个事情呢 那么我母亲在92年的时候 就洗圣 洗圣很多年 我们那个时候慢慢觉得 父母亲年纪大了 97年父母亲相继过世 我突然好像被雷打到一样 我觉得好像人生真的是 有什么很重要的主题 我们忽略掉了 因为我过去 我从任官开始 积极应应地都在我的工作里面 真的非常努力 努力其实也是被咒肯定 我最后十年都在部长办公室 做这个高师参谋 我在同学里面 表现还算杰出 我自己吹牛一下 因为我们官校 你中校四年才能够站上校圈 我是第三年就站在上校圈 全企 全国只有三个人 我对我的前途充满了信心 可是 天不从人院 等到我关键时刻 换了总统 换了部长 换了总长 原来的路全部被打乱了 几个长官全部被逼退了 我们也看破了 我觉得再干下去也没什么意思 我也跟他退了 退了下来 也就是照顾老人家 我父母亲年迈生病 我就一直到一贯道 也虔诚一段时间 也亲口一段时间 想去找到真正的法门 怎么样敲 了脱生死 但最终我也进不去 离开了 因为那个仪轨太多了 一进去要磕头 磕一百个头 磕头都晕了 没有什么境界 你知道吗 后来我还是去寻求 很多外面的灵良堂基督徒 我一样进不去 那个仪轨又唱又跳 我还是不喜欢 那么就在去年 这个金花师姐呢 到我这边来 认识了顾小姐 还有副会长这些人 我是第一次 第一次有那种感觉 原来卢家思想恐复着讲 招文道 细史可以 这句话困扰我很多年 什么是道 什么道 尊贵道说你了解 早上知道 晚上就可以死去 到大日宗我就了解了 你今天入了大日宗 你知道了本尊道 分身道 你随时都可以做 了脱生死 直了佛道 那我在去年以前 因为一个师姐 我们过去工作的关系 受到很大的挫折 在桃园我当个顾问 遭受很大很大的一个挫折 大概几百个 所谓的处长 那里面的处长 因为我们那个老板 犯了银行法 被收押了 很多老板 每个人哭哭啼啼的 但这些人呢 到了妙禅师父那边 相对的稳定 我呢 为了安抚这些会众 我也去那边 去求道 也打坐了大半年 我也没有那个境界 但是我认同那句话 就叫做 民心见信 才能见信成佛 我也看到一篇文章 这个达摩血脉论 你这个人再会讲经说法 三不十二经 背得滚瓜乱手 如果不能见信 终究是凡夫 终究要免不了六道轮回 这让我非常震撼 读经没用啊 你会讲经说法也没用啊 我在这边 看过有一集DVD的那个简先生 他把净空师父的 看了四遍 四千多个小时 也没有境界 我礼拜五啊 真的非常感谢 我们申请集团黄董 我们包了一部游览车 到南部 我第一次见到本尊 大家你有看到 我非常失态啊 非常失态 那个本尊出来的时候 我是还受过训练的 我就非常压抑 其实我看到本尊出来 这过两个冲动 我很想飞奔过去拥抱他 我很想当场跪拜 向他大礼膜拜 可是我都忍住了 可是呢 后来本尊讲完了嘛 就说要要要要分享 我见到第一个举手 我下意识地举手 可是黄董坐我前面了 黄董现在拿着麦克风了 他就分享完了 还有我们那个 西安来的几位同道 他们分享完 我还是要分享 后来本尊知道我举手了 就不说麦克风给我了 我站起来 我不知道那个是我 讲不出话来 一直流眼泪 好事太好事 我一个大男人 我们在国防部 那个演习上万人 我的工作直接对部长 对总长 到对行政院长 我没有那么样的激动过 真的 包括我那个时候 破格 升官 我都没那么激动 我现在想起来很激动 不晓得我的可能本体 师姐说我的本体一直在冲撞 一直感到好像见到 回到家庭一样的感觉 那我准备完来这边之前 我早点回家 我就看了那个第26集的天人合一 如果同道有做的 这个这个有听到的就知道 刚刚前面那个师姐分享说 你不知道去向别人解说 好像你的讲那个境界大光 会有那个被人感觉 精神异常 请大家看看26集的天人合一 本尊是说他是没有出国到大陆去的 可是26集那个讲的天人合一是 大陆上的几个交大的 清大的 几个民学大学的教授 有修密宗的 修显学 修得非常好的 跟那个本尊顶礼膜拜 本尊没有当过大陆 但他们都看过本尊的分身 他们也是见到本尊 看到本尊DVD 才一步到位 直了佛道 修了这么多的显学密宗 全都白费了时间 你看到那些教授 原来很自大 有一个孙教授 声音非常洪亮 自己认为很有境界 他学理工的 学科学的 学科学的密宗很有境界 然后他们原来非常非常骄傲 当他听到DVD 听到我们本尊的讲经书法之后 顿时觉得太渺小了自己 他就学会了感恩 学会了认知 学会了谦卑 所以我今天给大家分享 就是我一点点心得 真的到大日中来 我们才知道 比起这个大日 这个浩瀚如海 浩如宇宙的 这么样的尊贵的法身 我们每一个人真是要认知 真的认知比境界重要 虽然我现在根基非常浅 毫无境界 我敢站在这边 我是有信心的 因为那天本尊对着我跟 黄董说 你们会显发得很好 所以我本来想开口求 本尊 后来我终究没有开口 我要自己去悟到 就跟杨晋吉师兄讲的 无求而得 那个是我真正的 我非常有信心 那么我建议大家 这个同道 我那么好的大日中 为什么相对其他的法门 我们稍显得弱势 或者还没有张扬 我们请大家 你看到哪一集 DVD 你很有感觉的 我昨天看完之后 我做了一件事情 我从来没做过了 我就分享了十个人 包括我的哥哥 我哥哥比我大十岁 也是如家思想 从来不信 但是我认为 只要我们愿意去论述 愿意去解说 去分享 没有一个做侄女的 会拒绝 让你的九玄七祖 能够超脱 能够进入光的世界 光这一点 没有一个人可以拒绝 你最起码去了解 最起码产生兴趣 我觉得到大日中来讲 是我们 对 我昨天分享出去 我还每一个人 我都底下加了一句话 说这是我今年的 际遇 就是真正了解了 武哲天讲的那个际遇 就是百千万劫难遭遇 千古时代第一人 宋七弟本尊事业 我就让他们产生兴趣 谢谢大家 我都分享到这篇 谢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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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谢谢大家